好,我们接着继续来看这个例子 我们先运行一下 现在看有没有这个问题 这边有一个空子针 空子针一错误 我们看一下 点击42 在这个位置获取的时候有问题 这个时候获取的时候有问题 空子针那就是可能这个对象没有获取到 这样我们把它再减化一点 这个获取这个element tag by the 实际上你得这个coding curve这个标签的话 得这个标签应该说是也没什么用 你看因为我们要拿的是这个person是吗 如果我拿到这个person 一共有多少个person 我便利这个多少个person不就完事了吗 对吧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把它改一下 改成这个person 那么这一层循环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这一层循环就可以不要了吗 这一层循环就可以不要了 嗯 然后我们在这儿得到的是什么呢 得到的是person list 对吧 嗯 嗯 我们save control or save 这个save 我们来保存一下啊 嗯 ok 格式化一下啊 我们来这个 control or save f 对吧 嗯 这边应该是多了一个括号是吧 会多了一个括号啊 control or save f ok 现在可以格式化过来了啊 嗯 我们来捋一遍啊 看 好 首先拿到这个person 得到是一个person list 这个list我们获取的话应该是有两个person是吧 嗯 你看这边就两个一个person 然后第二个person 两个人嘛 对 两个 那我这个循环呢 应该是循环两次 对不对 嗯 循环两次 我们可以在这儿啊 输出一下这个person list 嗯 你看 person list的get length 对吧 嗯 我们来跑一下 这个可能要写一点 再测试一点 二 是对吧 两个是对的 然后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循环是吧 嗯 然后拿到这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person person node 对吧 嗯 得到这个person node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拿到这个person的这个ID呢 这里是获取他的ID对不对 嗯 我们把它剪辑过来 然后呢 放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 得到一个 这是一个支付串是吧 嗯 你可以拿到一个支付串 这个叫ID 是吧 然后把这个ID呢 我们放在这里 我写成两行的意思是 我在这样子可以去输出一下这个ID是吧 输出一下ID 我们看一下能拿到没有 应该是可以拿到这前面这是两个对象 然后是一二对吧 嗯 一二 但是我们这个是可以拿到的 可以拿到我们就依然把它放到哪里来啊 这就不用定义变量了啊 定义变量就浪费 OK 嗯 好 呃 这个是直接是 拿错地方了 直接输出了 对吧 放这 这个去掉 好 我们就把这个ID给设置好了 对吧 嗯 设置好ID以后 我们开始从这里面得到它这个child nodes 对不对 child nodes 得到它下面的所有的止节点 对吧 所有的止节点 然后呢 我再用一个循环Y去判断是吧 嗯 去判断这个位置 我们再输出一下这边的这个name 看有没有问题 输出 哎 有没有没有问题是吧 你看 name name text text tell 这几个都有是吧 对 都有直的话 都有直那就好办了 那正好我们这里就做判断 如果是name的情况下 啊 如果现在得到是name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child node 我是不是要往这个p点是吧 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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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这个属性往里放对不对 child node 点怎么去拿呢 get get 你要拿它里面这个文本的内容是吗 拿它里面的文本的内容怎么去拿呢 这里面啊 他是get一个叫做firstchild 然后再get get node value 我们看啊 是不是把它把这个值给放进去了 好吧 然后循环完事以后 这边我们输出一下 看一下啊 输出一下这个p就完事了 对吧 输出一下这个p 我们看一下啊 有没有拿到这个name啊 哎 拿到了对吧 嗯 所以name就有啊 那这里为什么是firstchild.node value呢 你看 这个child node得到的就是比如说得到的是这一行是吧 嗯 这一行 然后为什么是name的firstchild呢 因为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分析这个文件的时候说了 这个小若这个字 它也属于name这个节点的下一个节点是吧 嗯 也把这个文本也作为它的节点了 来去处理了 怎么够这个节点是一个文本 嗯 我们当时这么说的 对吧 所以呢 属于这个节点的是不是第一个节点啊 因为它里面只有一个嘛 对吧 只有一个就是first 是第一个节点 啊 明白了吧 然后去获取它的这个node value 是这个意思 OK 好 那么同样道理这些也一样吧 SiteAger SiteAger Ager的话呢 我们应该转成什么 转成整形 是不是 integer.passIn 啊 passIn的 然后呢 childnode. 也是一样的 getfastchild.getnode value 是吧 嗯 ok 然后呢 下面是我们的这个 six 啊 这个也是一样的 然后也是 childnode.getfastchild.getnode value 下面这个依然是这样是吧 嗯 这几个就不用转了 对吧 tile啊 这都是周串啊 周串的话就不需要去转化了 getfastchild.getnode value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对象呢 就是不是完整了 你看输出 看到没有 电话号码18 什么都有了吧 对好 取出来这个对象以后 我们在 这个位置 不应该输出 而是应该往哪里去啊 往这个person里面去添加是吧 嗯 把这个p添加到这个list里面去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list是不是就正好装好了 嗯 就装好啊 装好了以后 你就可以在这儿啊 给他做一个返回吧 好吧 嗯 嗯 如果你要做一个返回的话 你最好是这个呢 要放在哪里啊 把它移到这个外面来 是不是啊 这个呢 你也把它移到啊 这些跟跟try没有关系的啊 代码 我们就要把它挪到外面去 对不对 这个输出 我们就把它干掉了啊 把它去掉了 好了 这就差不多就写完了是吧 嗯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需要return这个list 那么这边返回值 我们给他写上这个 叫做 person 对不对 嗯 那么解析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接到一个啊 返回一个值 接到一个这个person 然后一个list 是吧 嗯 然后我们就用for 循环啊 for each吧 for each 我们就可以去输出 哎 我们的这个person 是吧 好 再测试一下 走 你看 两个对象就 给解析到这个person里面去了 嗯 剩下两个对象 明白了吗 嗯 这是这个dom方法来进行解析啊 刚才我们这里改了一下 我重新再给大家再捋一下 这个代码能稍微比较多一点是吧 这个啊 就减少了一层循环啊 这样不要更简洁一点 嗯 正常我们去拿这个element by tag name 的话我们刚才写的是coding call 最好写person 因为这里呢 根本跟coding call 没什么关系 对吧 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这个person 所以我们拿的时候拿到person 拿到person的话 他就会得到两个person 对吧 两个person 所以呢我们只需要循环这两个person 就可以了啊 在这儿你看他里面的方法呢 实际上跟我们这个集合还是有点像的 对吧 有点像 只不过呢他这个叫get length 而这个呢叫做item 取它里面值的时候啊 跟list里面的get的方法差不多 对不对 拿出来就是一个node 那么通过这一个node呢 我们就可以去 哎 取它里面的内容了 首先这个node里面它有属性的话 我们就要通过get attribute 然后name的id 然后呢里面传这个呃你这个id的名称 嗯是吧 对这边id的名称就是这个person id 是吧对 person id传进来 然后去拿他的node value 就是拿他的值 对不对 拿值的话都是拿node value 好把它放到我们这个person id里面去啊 person id 然后呢 我们根据这个person node 啊 person node 去得到他的child nodes 就是他下边的person 下边的所有的这个指节点 是吧 嗯 指节点 拿到他的指节点 然后又要开始循环 这一次循环的时候 i个取出来根据节点的名称 是不是 嗯 这里是获取什么呀 获取这个啊 节点的 节点名是吧 节点名就是哪个呢 就是这边的这个名字 name啊 age啊 sex啊 是不是这样东西 好拿到节点名称 我就开始比较了 如果是name 我就放name里面去 如果是age就放age里面去 如果sex就放sex里面去 如果是terr就放terr里面去 是吧 嗯 i个的kaka往里放就可以了 明白了吧 这是dom的这个一个解析的解析的方式 好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dom的一个解析 我们可以发现 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首先把一个文件 整个文件读到内存里面来 是吧 读到内存里面来 实际上就给你仿佛一个document 一个树 这个树 这个文档 这个文档 这个树 它就已经所有的数据都在里面了 你一直是从这个树上去获取数据 是吧 去获取数据 所以就跟那个文件实际上呢 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 知道了吧 好 没有太大关系 所以它的特点呢 这个dom的特点是什么呀 我们再回到这个PPT 所以它的这个特点里面 我们马上去看啊 这个 因为树在内存中是持久的 所以它占内存 嗯 是不是占用这个内存呢 对 然后 但是它的这个好处呢 就是它可以上下随随意进行导航 是吧 应该你根据节点名字就可以获取 嗯 是吧 嗯 根据节点名字啊 你就可以获取这个名字里面所对应的所有的节点 它是可以任意去去去导航的 API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是吧 用获循环啊 就搞定了 啊就搞定了 所以说它的这个特点 呃 这个dom的特点 我们给它写一下啊 dom 解析的 这个 这个特点 大家要记住面试的时候就问 dom跟sex有什么区别 是吧 嗯 第一 就是这个 当然是 呃 整个 这个文档 是不是 载入内存 是吧 嗯 内存呢 所以呢 所以它就是要这么 占内存 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给缺点 是吧 但是它所有东西都在内存里面 它就上下导航任意导航都可以 只要获取接点名我就会得到这几点 获取接点名就可以得到这几点 所以呢 它就是呃 灵活性 好 是吧 灵活性好随机进行导航 啊可以上下 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 就你要读哪个就读哪个 对吧 读这也行读那也行读这也行 读这也行 随意是吧 就很随意 所以就就这叫什么呢 这叫灵活 是吧 叫灵活性 比较好 这个API呢也相对来说也比较这个这个简单 是吧 也比较比较简单 那就是呃 以这个叫竖型结构 是吧 竖型结构 呃 存储 对吧 它载入进来是像一个数一样啊 你就去读取它的这个这个这个数据就可以了 好吧 嗯 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动啊 这个解析的一个方式啊 动的方式一个解析 OK 那我们这一节先到这好吧 下一节我们来看一看Sex究竟是怎么解析的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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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